在五行裡面,東方是屬於木,南方屬於虎,西方屬於金,北方屬於水,中間是土。 這個是中國跟印度人看法非常接近。 這個無尊佛的名字,代表法門修學的根本,代表這個意思。 這個第一尊佛,它表的意思就是你要學佛,無論學什麼法門,無論學的是大臣小臣,宗門教下,弦教密教。 第一個,你要學不動,你才能夠成就。 聽這個人說了,先跟他走了,聽那個人講了,又跟那個跑了,你是一四五成的。 所以第一尊佛就是阿粗皮佛,阿粗皮的意思就是不動。 這個是最基本的一個條件。 這個做不到的話,其他人都不要談。 阿粗皮翻作不,不動。佛翻作咎。 同時,我為你看一下因為bert母帝 aggregate的每一份。 今天就會這隻不管捷子。